在白马人的记忆里 六月的雨像断了线的珠子 一滴一串的掉落 绘成无数的水蛙 而天母湖畔的温暴 也从此刻开始 唤醒关于水的记忆 白马藏人的盘形白毡帽 上插白鸡毛 在中华民族的服饰 中极具特色 并承载着民族的历史 极具艺术与文化价值 白马藏人沾帽的感制工艺 是民族文化传承中重要的内容 租这个沾帽 一般得要年轻的样子 从剪亚帽 打一个弹亚帽 到干沾帽 然后磨 打磨 打磨 打磨往后 修边 修边往后 还有边边上这些 扎线啊这些 还有这个弄边线这些 总共要计划两天时间 白色盘形的沾帽 是山羊毛感制的 所以羊毛 是制作沾帽的基础 赶沾帽的第三代传承人 杨海军 几乎每一周 都要进入羊圈 收集羊毛 盘形沾帽是白马藏人的重要事物之一 通过击打将羊毛变得蓬松 同时抖落羊毛上的杂质 这个羊毛必须拿回来 打羊毛有些地方粗 有些地方要稀 打的眼睛就要稀 然后我们就后头干净的时候 就好干性 它就干性比较轻松 不打稀的话 它就干不轻松 不均匀 扑羊毛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羊毛的分布的均匀程度 将直接影响粘毛的塑形 这个最重要的步骤 主要是扑羊毛的时候 必须扑均匀 不扑均匀的话 它会有些地方后有些地方剥 然后后头制作的时候 就很多麻烦 高温水能够使羊毛迅速收缩 但水温的准确把握 需要长时间的积电 不断地浇开水 不仅能使羊毛收缩得更加均匀 同时随着水的流动 也能使羊毛再次清净 夹着羊毛的竹筒 必须要迅速地来回滚搓 迅速滚搓竹筒 可以使收缩后的羊毛 变得更加紧密 为了使羊毛达到最佳的收缩状态 需要不断地揉搓和淋开水 大概每十多分钟 就要淋水一次 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 实则对用力有着很大的需求 开始时 两头用力小 过程中中间用力大 最后整体用力大 任何一个环节的发力错误 都会影响羊毛的收缩 与最终的定型 古时的白马人没有钟表 所以这一道工序 通常是从正午开始 傍晚集数 再次打开竹筒时 之前平面上的一大片不规则的羊毛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较小的圆形 或许 这就是记忆的经验 这一个略显单调的过程 在搓和揉的配合下 就要持续三四个小时 感知的过程中 还要不能断地整理 这样 才能使不断收缩的羊毛 保持薄厚均匀 这个漫长的过程 仿佛就是在诠释着白马人的耐心 制作一顶白粘帽 一般需要用到八种工具 羊毛已经成型 那么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用模具来定型 首先要将羊毛在模具上 用力按照一个帽子的形状 再用特定的器具进行敲击 这个就是我们做帽子第一步模型 它就成型这个帽子的形式 然后就是这个 打这个边边 打成了这个帽子的一个形式出来 通过划线定位 裁线定圈的方法 将粘帽定型并再次加固 到了这一步 粘帽的模样就已经基本初步呈现 再用两种粗细不同的石块 对帽子的外部进行打磨 直至光滑 用剪刀修取多余的部分 再用手捏出褶皱 打磨的过程中会加入一些滑石粉 会使打磨完成的粘帽 看起来更加洁白 为了防止粘帽的边缘出现脱毛的情况 须在粘帽的边缘 缝上一圈白线 加以固定 在上面排缠红蓝两色细线 线与帽之间插的是白色公鸡的围鱼 白粘帽是白马藏人最重要的饰品 在岁月的跌宕中 白马人用自己的方式带着情感和梦想 带着记忆和温度 默默守候祖辈留下的传承 一守候便是一生